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言讲故事 由英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1843集 唱戏是不可能唱戏的 这顿饭最终变成汤洪恩和刘勇没有名说什么 刘子涛一本正经地和周成谈判 小兰姐要嫁给你吗 你会不会对小兰姐好啊 我不相信你 有些话是从大人嘴里听来的 柔杂在一起成为刘子涛自己的话 男孩子比较晚熟 加上刘子涛六岁以后家庭条件越来越好 这孩子基本上还是没吃过啥苦的 说的更多是同言同语 小表弟实在太可爱了 夏小兰被这个小男子汉保护着 只觉得心都快融化了 刘子涛虽然年纪小 周成也不会糊弄他 不仅是刘子涛 还有两个未来丈人都在听他的回答呢 涛涛呀 我现在把你当成一个大人一样 咱们用平等的身份讨论下这些问题 你说好不好 周成说得挺严肃 刘子涛点头 我本来也不是那些臭小孩了 他们连鼻涕都不擦 你把我当大人是对的 好像会自己擦鼻涕 是区分小孩和大人的标准 夏小兰一想 这标准 他竟然找不出反驳的话 一个男孩子讲卫生 在意自己的形象了 是一种成长的标志啊 周成一脸认真 嗯 你说得对 那我就开始说了 第一个问题 你小兰姐是不是要嫁给我了 是 我向你小兰姐求婚了 我表达了这个想法 你小兰姐呢 基本也认可了这个想法 是完全认可了求婚 但在两个虎视眈眈的老丈人面前 周成谨慎地加入了基本二字 避免火上浇油 刘子涛嘴巴翘着 简直能挂油瓶 要想反对吧 周成的语气是把他当大人 大人不能耍小孩子脾气 他要听周成说完呢 我和小兰有了结婚的打算 因为我们认识三年多了 彼此在一起经历了很多事 我了解他 喜欢他 他也了解我 支持我 他等你说 我们两个能不能从男女朋友变成夫妻 这话要怎么反驳呀 刘子涛的年龄和阅历 让他处理不了这个问题 周成的话让他大脑有点当机 就算是刘勇 是唐红恩 也回答不了 两个年轻男女彼此了解 彼此喜欢 双方人品也没有重大不堪 谁能拦着两人结婚 两人是成年人 两人不是家里有世仇的罗密欧和朱丽叶 华谷的婚姻法上说 婚姻是自由的 包办婚姻才是犯法的呀 合情合法的事该怎么反驳呢 唐红恩和刘勇相约喝得大醉 不也正因为如此吗 家里的小白菜被偷走了 他们根本不可能拦住 可心里又舍不得 只好做一做啦 白一白老丈人的谱 让偷白菜的臭小子知道 他偷走的白菜有多么珍贵 说到底 都是有女儿的老丈人心态 生怕女儿嫁了人 会受一点委屈 等真受了委屈 他们再出头把臭小子 拖过来打死 那也弥补不了 女儿已经承受的伤害呀 最好是一开始就能杜绝 唐红恩和刘勇都板着脸 刘子涛是个小孩子 很容易被周成说服导歌 他们可要坚守最后的阵地 这时候刘子涛终于想出了一个点 你们能做夫妻 那也可以晚点做啊 你喜欢小兰姐 小兰姐喜欢你 难道你还害怕小兰姐跑了 周成没忍住笑 我也没说马上就要去领证啊 能不能结婚 还要看你小兰姐的学校 怎么规定的 最乐观也要等你小兰姐 念完大四 这念完大四 还有一年多时间呢 另外 我害不害怕你小兰姐跑了 我当然害怕 因为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不仅是我会喜欢她 其他人也会喜欢她 但结婚不是把她捆住 她的人 她的心 仍然是自由的 如果我婚后做得不好 她依然会有可能离开我 涛涛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刘子涛的思路 已经被周成带着跑了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结婚之后 我怎么可能会对你小兰姐不好呢 我们要当一辈子夫妻 我对她的爱 会一天比一天深 我会照顾她 呵护她 给予她我所能给的一切 如果我对她不好 让她感到失望 她离开我是应该的 婚姻是束缚吗 周成觉得不是 婚姻是两人因为相爱 自愿携手 走进人生的下一阶段 风雨同舟 彼此依微 却面对人生可能出现的任何挑战 借着回答刘子涛的问题 她在告诉汤红恩和刘勇两个丈人 她的态度 她的想法 也是在告诉小兰 并不是结了婚 就把小兰拴住了 小兰在任何时候都是自由的 如果两人结婚五年 结婚十年 小兰觉得不合适 她依然可以选择离开 那时候不是小兰的错 只能说她在婚姻里 让小兰失望 能当小兰的对象 却做不好小兰的丈夫 夏小兰知道 现在有长辈们看着 却忍不住偷偷在桌子下面 牵了周成的手 她会不会变 周成会不会变 不等到盖上棺材板的那天 谁都不能确定呀 这种事 是没办法靠先知先觉的 是不受夏小兰自己左右的 但至少是现在 她瞧见周成就心中欢喜 她心悦周成 也信任周成 因为以后有可能不幸福 而担惊受怕 阴夜费时 不是夏小兰能做的事 偷偷摸摸的举动 还是被发现了 汤洪恩和刘勇对视一眼 他们没话可说 可不代表他们屈服了 认可了 李凤梅拍了一下 刘子涛的脑袋 你差不多点就行了啊 一个小孩子 还参和大人的事 也就周成愿意惯着你 赶紧吃饭 刘子涛抱着脑袋 周姐夫 我觉得你说的对 但你嘴上说的话 以后能不能办到 我还得看看 不要骗小孩子不懂 刘子涛见多了 向老师保证 会完成家庭作业的同学 不也照样会毁约吗 有些人不要说 坚持一个学期 连一个星期都坚持不了呢 周姐夫能坚持多久 刘子涛不相信保证 只相信自己将来看到的 这真是刘勇的种 是刘家的孩子 说他幼稚吧 又很不好糊弄 周成在希望获得 老丈人的认可 刚刚自由脱身的叶小琼 希望能快点解决原汉 希望能快点解决原汉 再次请留下来 就是说理解决原汉 症叶小多多 状太棒了 能不能不能过 涂去 跟着